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收看日根TV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50汽车呢? 50汽车就是中国一间汽车制造公司 也是港西第一间在香港上市的各有企业 50汽车近年全力发展小型电动车 令到它的股价提升超过10倍 它们出产的电动车 它们出产的小型汽车 都非常有个人特色 所以都非常受年轻人欢迎 它们的50云缸甚至被称为国民神车 但是最近发生一宗新闻 令到它们公司的形象受挫 甚至有些人笑 因为这宗新闻搞到50汽车的股价连续下跌 其实这宗事件就在三个星期前已经发生 但是在12月4日又成为微博热门的话题 内容就是浙江一个节目 民生资讯广播主持人黄飞 因为在节目中质疑50车型的充电功率和宣传不符合 50汽车寄律师信 控告他诽谤和侮辱 要求这位主持人连续道歉15天 那你上市公司就叫律师 送律师信 逼人道歉 那别人没办法啦 这样大石扎死下 唯有照做啦 在第二天道歉之后 50汽车就传了一封两解备忘录给他 要求这位主持人停止道歉 因为50汽车集团发觉 这位主持人每道歉一天 自己的形象就越来越差 终于意识到道歉时间越长 消息传播面越讲 甚至有人说 由于这件事影响了集团的形象 令到股价连续下跌 每道一次歉股价就跌一次 如果道歉15天 那间公司就随时玩完了 这位王妃所在的民生资讯广播 是官媒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旗下的媒体 竟然叫官媒的主持人道歉 也真是挺大的事 当然啦 人家作为地方官媒 怎会真是被你抛尽呢? 王妃的道歉也非常诚恨 他在第一天道歉中 再次提到50nano充电功率的各种不实数据 包括nano搭载充电器的功率是2000W 和50自己宣传的7000W 是差了5000W 实际充电时 显示的当前电压和当前电流 也只是高过2000W 随后这位主持人对这些不实数据 作出各种解释 包括50门店告诉人 7000W是说错了 是车主理解错了 这是向下兼容的体验 是他自己初中物理没有学好 而且随后还对50吹捧一番 看上去就非常诚恨 但实质就暗串50集团 而在后续的影片中 主持人甚至去到广州国际车淺 当面向50摊位的负责人鞠躬道歉 而摊位负责人就说不用再继续道歉了 但这位主持人都非常讲口齿 他坚决理行50律师涵的要求 完成连续15天的道歉 去到第5天他就拍片跟大家说 已经收到50方面的电话 和50律师寄来的和解备忘录 对方称已经达成和解不用再道歉了 在这片下 就有网友贴出50汽车股价连续下挫的截图 并且出言讽刺 50你再道多几日歉我就要黄了 50终于认识到道歉时间越长消息传播越讲 本身澄清一下 或者当看不到也算了 偏偏就想着大石砸死蟹 到件事多人知道了之后 有很多50车主也指出50汽车很多问题 令50汽车的形象遭到更大的损害 那是不是真的因为逼人道歉而搞到股价下挫呢? 那又真是未必的 不多不少有影响到公司的形象 但是最大的问题 他们的业绩其实都已经差了 因为同一时间 50和比亚迪打价格战 比亚迪一款车卖89,800 50便便宜1000元拿88,800 曾经他们的国民神车50云岗 Mini Eve 是否敢读我也不知道 销量也下跌了非常多 2023年以来 这部国民神车的月销量 由最高的一个月卖5万架 跌到一个月不够2万架 今年10月的销量更加同比下跌57% 销量下滑更加连累到 母公司上汽通用50 今年上半年上汽通用50 营收和静利双双下跌 静利润更加暴跌88% 在未发展电动车的时候 50云岗已经是大众心目中的神车 而在电动车兴起之后 他们的50云岗Mini Eve 更加因为又便宜 外形又好 成为了微型车市场的霸主 可以说是非常常见的家庭代步工具 在2020年7月上市以来 这个50云岗Mini Eve 家族系列累计销售突破115万部 成为了连续28个月 中国品牌纯电汽车销量冠军 但由于市场的竞争加剧 越来越多的企业 开始打算进入微型车市场分一杯羹 造成消费者可以选择的车型更多 加上数据显示 2021年中国市场A00纯电动汽车 占新能源汽车销售量的30% 但在2022年就下降到25% 即是微型乘用车市场分额已经开始萎缩 市场萎缩加上更多竞争者 对50汽车的销量来双重打击 而且50云光mini EV单一的产品特点 也是逐渐满足不到消费者的需求 当然也有意见认为 中国大陆对于新能源汽车的补贴政策调整 也是影响的因素之一 我自己上网看过一些 关于国产神车的评测 原来即使是最新款 他们的低配版是没有这个渡航 也没有这个渡后cam 连安全气囊也没有 人们的评价就是 纯粹是比开电单车好 因为开电单车或者电瓶车 要日晒雨淋 所以才会买这部车来代步 实际上这部车也是主打低端的市场 我自己对这些车一点也不熟悉 我只是开电单车 我连私家车也没有开车 不过我自己觉得 五零这一刻 就真是自己抵死啦 这真是自己拿来贱的 你自己说7千祸 被人踢爆了原来只有2千祸 好心你又静啦 自己理亏 还要去告人逼人道歉 你惹不惹惹了地方官媒干什么呢? 这么大个集团上市公司 请那些律师 为什么会笨实到这样? 他们的公关团体究竟有没有做事? 还是平时困惯 所以觉得别人一定会买他怕呢? 好了,影片就到这里了 大家又点看五零汽车这个风骚的公关操作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我们下条影片再见 拜拜